我们今天就先来讲第一件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关于特征的选择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 首先先取得资料 Excel 然后我是使用低词跌机底下的这个销售资料 然后这个销售范例里面假设我就先只做这个销售好了 我针对这个销售 因为我的目标为什么要交一大堆的函数 等一下你就知道对这边什么earlier要用了 还有什么year to date rank差 因为我们今天要教你变数VAR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数 但是我们可能要先教你跟时间相关的previous的使用 所以我们先点这个销售里面的载入 我们先介绍一个这个版本的新功能 设定格式化条件 Excel以前本来就可以设定格式化条件 到这个版本它新增了 如何设定这个格式化 首先当我们今天 当我们今天去看这个资料表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数字415跟17 它有没有阅读性 它没有阅读性 也就是说 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设定格式化条件 让它具有可阅读性 也就是视觉化的意义 所以在资料表里面怎么样去做 资料的可阅读性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提供了一个叫做资料的这个功能 假设我现在要做数量 数量的格式化条件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然后接下来这边 看你现在只有色阶 我们就点色阶 点了色阶之后 在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现在确定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不是有颜色的深浅 我建议各位 如果要改成色阶的话 因为意思就是说 哪些是我们要看 哪些是不要看 请你这样来去做视觉化 因为视觉化 报表它的重点 视觉化 请你一定要达到这个标准 标准怎么做呢 数量 这边 刚刚是设定 那现在可以移除 所以我们还是要重新去设定 怎么设定呢 首先这个值 要让它变成白色 白色的背景 这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们不要看 因为我们习惯看白色的背景 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是说 在这么多的资料里面 我会比较习惯 把最重要的数值 用颜色来呈现 不重要的数值 就不要做了 色彩 所以这边就要选择白色 所以最小值请改成 例如说白色 或者是说 这边最大值 你可以改颜色 稍微深一点 但这不能用黑色 黑色 那这边是不是会看到 这个最小值 我们如果设定数值 我们如果设定数值 多少是白色 一开始来去设定 好 这次请你们稍微注意 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按确定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 是415 415 它因为比较大一点 它是不是用 比较特殊的颜色 来去呈现 有看到吗 417 那比较低的颜色 像一半 一半 像例如说200 200左右 它全部都是200以下 它全部都是白色 这样子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把那个重点标出来 把重点标出来 当然为了我们 那个视觉化的呈现 我们调整一下 让它变更清楚一点 所以这个数量 设定格式化的条件 好 例如说 现在暂时不做发散 好 直接按确定 有看到 这个100以下的白色 意思就是连看都不要看 然后重点要看的是 这个415 370 280 这些数值 好 这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用的是 这个矩阵 它可以加上去格式化的条件 好 请我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